这题是问说有关于X染色体性恋遗传跟基因外表型的关系何者正确的 那我们当时提到说性恋遗传如果它是显性 我们说判断方式就是隔代判断 显性的话是男决定女 爸爸有女儿一定有 儿子有妈妈一定有 这叫做显性由男生决定 如果是隐性的话呢 隔代由女生决定 妈妈有儿子一定有 女儿有爸爸一定有 可是这题的描述不是这样 它不是说已知爸爸发病了 他女儿就一定发病 它不是这样讲的 他说的是父亲女儿都有这个表征 都有这个疾病 那这样怎么判断呢 这题要这样判断 各位 他说的是若基因为显性 那爸爸是XY 女儿是XX 他只要带一个显性 他就会发病 所以A是对的 他现在吃药了 中文也没吃 他的病发 所以这个 没关系啊 二公的柯立安同学 还没吃药 所以A是对的哦 所以这题的判断模式变成 你不要 我们之前所学的 你都丢掉了 他不再问那个 如果他是问我们之前所说的 爸爸 女儿一定有 或有没有 他必须要去说 已知父亲发病 则女儿必发病 要有前后逻辑关系 可是这题并没有讲 前后逻辑关系 他说的是爸爸跟女儿都有 或女儿爸爸什么都有 怎么判断 当然如果他是个显性 爸爸跟女儿 只要各一个基因 就发出这个病了 就有这个预算表征 所以A是对的 你只要各有就有 如果他是显性的话呢 雌性出现的几率会比较小 这个B知道答案为什么错吗 如果你是显性的话 雄性有二分之一会发病 雌性呢是四分之三 对不对 因为雌性只有小A小A 都是小A小A 才会没病 所以有发病的几率是四分之三 所以这题B是错的 好 如果他是隐性的话呢 就是女儿 他是隐性疾病 父亲带着一个小A发病了 但女儿呢 不一定 带个小A没有发病 所以C是不对的 女儿必须 两个都是隐性才可以 所以你光只有一个隐性 是不够的 那诸权相呢 如果这个基因是隐性 雌性出现的机会跟雄性谁比起来 如果是隐性的话 雄性二分之一 雌性是四分之一发病 最初是对的咯 发病基于四分之一 那就比雄性的低 如果他是隐性的话 妈妈是XX 你只有带一个 父一定发病 那儿子就一定发病 所以妈妈没有 儿子才有 所以这题的一也不对 这题是判断 这样判断 当你有一个隐性的基因之后 是不是他提到这些亲属 都会发病 那就可以判断出来了 好 就是呢 如果他这个隐性疾病 隐性的疾病 母亲不是两个X吗 你只带一个小A 会发病吗 不会 所以妈妈没有发病 可是儿子 只要带一个小A就发病了 因为儿子只有一个X 所以在依学下 儿子发病 母亲没有 母亲不一定 应该说不一定 可以吗 其实这一题的出小师 他一开始想法 并不是这样子的 他个人是想考那个逻辑 可是他没有出好 所以就变成 怎么变成这样 所以只好用 你同时带一个基因 如果他是显性的 谁发病了 如果他是隐性的疾病 谁发病了 这样答案就出来 是跟答案一样的 好 这一题 不考谁影响谁 这一题 我就以A型号来讲 爸爸是XY 女儿是XX 当你带了一个小 他是显性 当你带一个大A 当你带一个大A 谁发病了 是不是都发病 那这一题的A型号 女儿跟父亲都发病了 A是对的 这一题没有考你 谁影响谁 如果他如果要考你 谁影响谁 他的题目不能这样描述 他必须说 已知父亲发病 其女儿必定发病 要有前后逻辑关系 可是这一题完全没有提到 前后逻辑关系 同时给你讲 同时问你 是不是同时发病 你就只能用 另外一个判断方式 我个的一个基因 如果他是显性的话 是不是都发病 那以A来讲 都是发病 跟这样